你来看这谁 我这个妈咬 你看看 这烧一变了一召起来 你看 这烧好几变了 都盗版一功了 你看 这不是 这不是 不修 你一天 我来穿都睡了 你看 这不是上一次刚修过吗 刚修过 他是下得到 独老人花好几百块钱 他捅你捅到外面 不是 你去哪儿了这个水 他不是从那个方向 一直往牙伸伸吗 这是你家的 找我看 找我看 我个 哎 屋爷 太差了 真的是 态度太差了 这个刚刚又 少进来的水 这种电影上 万一老人甩倒了 对吧 万一小孩子不变了 对吧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不要跟我说 改房道呀 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只需要解决问题就行了 我们这什么情况 你请我讲 只要改造了 我们是不管的 改造了不管 你两个改过 我们也不管的 你们组房子的呀 嗯 组房子的呀 咋啦 房东来了 又检查呀 又检查员一直咋弄的呀 这只咋大 我们只能不给你打这招的 来了四个人 现在终于又修好了 来了四个人 刚开始来的时候 还跟我炸炸服服的 态度一点都不好 说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还没来 跟我们检查问题 就把所有问题往外抛 检查了大半天 说也没有检查最终的原因 就给他稍微通了一下 然后让我们过两天再看看 等下我跟房东再说一下 好的 你问一下 他还是不漏水 我今天回来 我给他老公再讲 我今天还要让我自己去 我直接把那个管道给他堵上 把那个楼上的全部都不动 不过这一次房东还挺好的 我房东来了 还跟我们提起一下问题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厨房又发大水 然后我妈跟我说 你看这厨房又出了好多水 我就打电话给房东 房东就说 他房东报的物业 让物业来给我们去修问题 刚开始物业来了一个人 可凶 他来了还没问两句 我跟他说哪里漏水 他就炸炸糊糊的说 然后后面又来了一个人 还说我们 你是租房子的啊 就是那种口气好像 有点看不起租房子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来给你修问题 还没说两句呢 他就说什么 这个问题不给我们管 那个问题也不给我们管 你们要花钱 你们什么 就是把所有责任都往外去排 哎呀 真的没见过物业这么差的 你看我天哪出去玩 好多人都叫正教区 不管是 他不但不管是 他还差得很 他还 人家物业费都难得叫 不叫吧 他那鼻里人还在叫 那去年 那床上掉了东西 那掉几块好大 我天哪 代表还玩 我的妈 掉了几大块 我去找到 他都不理你 他三个年轻孩子去找鸡汤 他也不理 我一看去找鸡汤 他先发了 他叫我怎么办 你去抱起来 去把他叫 那我也可以回的 知道呢 万一我想说 我把谁的小孩 还自家小孩 人家来管的小孩 要杂败了 你要他也不护着 对啊 你这找谁 你想刚刚那个漏水的 如果要万一漏电了呢 万一你摔倒了呢 本来你就有轻微脑隔了 那都不想了 就跟自家站到了 他能讲回去 你要外面那东西掉了 你要外面小孩来 要杂败了 你要找完还找无严 是的 这无严是 一百个 所有九个东西 这无严太差了 不护着的 知道吧 不过我这一次也给方总讲了 方总讲你如果再漏的话 他要不弄的话 方总来解决问题 这一次方总还挺好的 对啊 方总做个电话 我做那小区 我去找无严 我去指评他 我等跑坏了 我都去找 他都给我洗得好好的 对啊 这个小区 我刚才死了 年了这二年 不刚才做了 方总给你做了 这小区确实无严太差了 是不是每个地方的无严不一样 还是因为签名交道 不是签名交道 他说无严差 现在叫什么 据委员都去投票 才可有百分之四十的投来 有的他不愿意投 他都不想搞这个事 对 还骂干啥呢 那孩子偷 偷偷他好些 那他再要不偷 这老方总装去找 他理的都不理你 我等你 你看 好吧 那偷一下 孩子好一头 好 好